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在国际整个金融市场当中 现在接近尾声 但是我们如果把11月的 大概全球的金融市场的磨洞 稍微看一下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 大致上11月的国际股市 大致上都是下跌 跌得最多的大概是印尼 跌了12.2% 泰国在政变当中下跌8.8% 但是相对表现好的是 美国股市 德国股市大致上 都有相对亮丽的表现 这是大致上我们看到 全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变化 另外我们看到在黄金 在这个11月大概下跌5.5% 油价大概下跌3.5% 大致上来讲 原物料是一个下跌的跌势 但如果我们把这个今年 全球金融市场稍微做一个统计的话 那么在全世界表现最好的市场 大致上美国股市进入第5年的涨势 到目前为止上涨22.7% 而纳斯达克是上涨34.46% 表现相对亮眼 而德国股市是上涨23.5% 那么这当中其实大家回头看一下台股 在今年的表现里面 我们算亚洲表现第二好了 我们看到亚洲表现最亮的市场是在日本 日经指数今年上涨超过50% 但是台股全年上涨9.19% 这个是领先印度的7.03% 也赢过马来西亚7.32% 而大陆是下跌2%左右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香港上涨5.4% 而新加坡上涨0.36% 而韩国上涨2.39% 台股是在亚洲市场当中我们排名第二 但是大家始终感觉台股表现不好 那么主要原因在哪里 台股的成交量显著的萎缩 那么这个也是在镇首随风暴之后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后遗症 那么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 最近大家都在给台股要催出成交量 来祭出很多的药方 包括金管会他有三招 但是这三招到目前为止效率不高 而这个健全防守 这个是我们彭总裁 也开了六铁药方 大家都在开药方 那最近财政部长张胜有讲台北房市泡沫化 那么这当中在这个礼拜三 我跟金管会的曾明宗主委特别提到 我想台湾到目前为止 其实我们在过去先祭出正所税去打股市 这个政策是错的 现在回头来讲 房市已经弱了10年了 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政策 要引房入股也把就房地产的资金 慢慢引导到股票市场来 那么在过去十年大家一个看到 股票市场长期都在低档 而房地产一直都在高档 这个高档现在政府的对策 其实滑保非常多 比方说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土地的交易买卖 是没有课税的 这个其实我们在土地的交易的税 应该想清楚 第二个 现在从这个实价登陆到实价课税 慢慢已经接轨了 我想这个一步到位并不难 第三个我们现在看到 台湾拥有两栋以上房子有66万户 但是有保守 这个房租首得的人大概不到3万户 这个你可以从这个 拥有两户以上的房子 它淘落了这个房租的税金 这个财政部应该可以着眼了 第三个如果说我们学外国的 这个房屋储有税 在房屋税或地价税超过两户以上 你克它更高的税 我想这一些是应该政府在未来 可能要面对的一个考量的一个焦点 就是在振兴这个房市当中 大家可以面对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金价在今年到目前为止 已经下跌25%了 所以这个也是房地产 大家要很小心的地方 等于在今年全世界的原物料都在下跌 这个跌幅蛮大 我们上个礼拜也讲到 油价在最近三个月当中下跌20% 但是我们要特别提醒我们的马总统 那么在油电双涨过程当中 如果油价电价涨上去之后 中油跟台电都会赚钱 那么大家辛苦一点也就罢了 如果我们油价电价 现在国际油价跌距离最高档 已经跌20%以上了 但是我们油价其实在历史的高档 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中油台电它的营运没有改善 这是让台湾整个经营效力偷垮 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能够真正展现效力 这当中 这礼拜最受到大家瞩目的焦点 等于是天上精灵在漫步在云端的人 现在把他降临在房间之后 他会非常不习惯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本来做一个学者好好 但是你硬要去他当官 这个当官他不太懂得民间的这种 述词的这种规范 那么他非常不痛快 这个礼拜我碰到一个产业的老板 他说管中民传简讯给他 已经要辞职了 这个情况来讲 我想我们马总统难为他去做政务委员 难为他去做经监会主委 其实他真正最好的圈子 应该是在学术界 但是你勉强让他去当官 这个时候当然他会有很多的 闯出很多的意外的差距 这是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才的定位 你到底可能要放在哪里 可能只是大家可以共同思考 我们看到几个表格之后 要进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我们看到在全世界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这张图是告诉大家 亚马逊现在变成电子商务了 今天我们的重点 其实也要探讨电子商务新时代的降临 亚马逊现在的今年的营业额 可能会高达1000亿美元 这1000亿美元所带来一个新的时代 它的股价到目前为止才正转亏为盈 但是亚马逊在这个礼拜当中 他已经把市值拉高到1800亿美元了 这不得了 这个是营收冲高 负利没出来 但是这个JC Penning的百货 它是持续在下跌 所以这种电子商务的网路购物 已经变成一个时代新主流之后 它对实体的经济 带来的影响相对是大的 这个是在电子 我们看到Apple的股价 这个礼拜冲过5000亿美元的关卡 这个当中大陆接近开始重新启动IPO 这个IPO造成大陆股票在礼拜一年大幅的下跌 那么这是我们在最近看到的 美元指数最近还是在低涨 在80.62左右 金价还是在往下跌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虽然QE没有退场 但是房金的价格已经是不断的往下在走低了 白银是今年已经跌了30.3%了 它的跌幅相对是大的 另外纽约的油价 这个也给政府稍微提醒一下 油价其实是不断的在下跌 但是我们的油价是频频创新高 国际油价大跌的时候我们是小跌 但是我们看到国际油价稍微小涨一点点 我们就涨很多 所以台湾的没有效力 大致上在这个地方看得出来 是布兰特稍微好一点 它大概1122左右 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我们的讨论的重点 未来的时代 从实体的购物进入到网络购物的新时代 那么网络购物所造成的新的冲击 那么这一周当中 我在光当时报看到野村总研的副总经理 陈志伟先生 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网络风起把经济 这个拼经济可顺势而为 这个也是为了台湾整个经济产业当中调整的一个主要的新方向 这个方向当我们看到大陆的光棍节这个销售 它一天是350亿 在去年是190亿人民币 现在跑到350亿 这个350亿创造包挂物流 有很大的商机 这当中你可以看到光棍节在55秒开始就破亿了 然后这个参与的店家2万家 那么这个快递运送了3万2千件 那么在这段时间 你在全中国各地会看到满街都是快递送包裹的车子 这个是一个整个中国产业经济当中所看到一个新的奇景 那么在电子商务时代降临之后 到底会对台湾的经济带来什么的影响 台湾的现在网购的产业 未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在PC Home的前总经理谢震峰 他独立创业之后 现在的新的优打网 那么到底会带来什么影响 今天我们要从这个从未来的电子商务时代 再带到物流的商机 那么来跟大家来做一个探讨 那大家一定不要错过 这是未来影响大家生活当中 影响产业未来变化非常大的一个变数 那么大家要好好来看看未来这个巨大的冲击 对着我们来 那这个产业的新变动到底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贵宾 我们先请陈志仁副总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社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台华的原董事长 社长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先请我们陈副总来告诉大家 你在那边写的一篇文章 网络就拼经济可以顺势而为 我想它是一个巨大的时代了 你可以看到到目前为止 有几个产业变化是大的 你看到物流当中 UPS它现在已经快1000亿美金了 今年的股价是60.74到103.04 联邦快递是从64.07涨到140 大概涨一倍 所以这个是美国最重要的物流的艺者 那中国的物流也是快速的不得了 等下来请教原董事长 但是先请陈副总来告诉我们说 你可以看到到目前来看 就是大陆的物流的产业 现在非常蓬勃化 阿里巴巴现在要上市 那我相信它一上市一定超过1000亿美元 那软体银行其实1000亿 所以这个就是说 在新的电子商务时代 我们怎么来观察一个 你说拼经济可以顺势而为 从哪个方向来切入 你来告诉我们观众朋友 好的 其实我们如果试着从 去年整个台湾5000大的资料 稍微做个整理跟分析 其实在整个物流这个环节里面 它的上游一点点 它其实是需要透过空运 海运 运输 那下面一点点它需要透过仓储 但这个价值链不要忘了 它其实最后是最终 要把东西送到消费者手上 所以如果以台湾整体市场的规模来看的话 整体大概2点多兆 在整个5000大营收里面 跟刚刚我讲的这些领域也相关 但是物流这个区块里面 大概占6个百分比到7个百分比的营收贡献 那我的意思是说在这里面 它的driving force的这个角色很重要 就是它最后是要体现到 消费上面的一个行为模式 那这样的行为模式里面 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其实电子商务大家都看得到 它在网路兴起过程当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软实力的体现 但是20年来各位可以发现到 台湾的软实力被国际的评价上面 主要是认知最早期是它可以比其他各国更早进入中国 所以我们很多的人才其实在台湾的实验 在把美国的很多的新的idea放到台湾来实验之后 大家都认为它可以进入中国 那市场就在中国 可是这么多年走下来各位发现到 其实中国它自己本身直接复制美国 那它自己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那甚至台湾这个小站也好 公寓也好 去了中国 其实到最后其实你发现到 其实它并没有办法 爱情公寓也没有长大 真的没有办法体现出 当时大家给它的一个梦 那这一次我们观察到 其实这个谢震峰先生 他离开了PC Home 把24小时 8小时变6小时 其实我要谈的很重要一个重点 是我们观察到 对 他帮台湾在全球发展 服务经济这件事情上面 找到一个新的商业模式 是 到中国去发展的商业模式 简单来讲就是吃中国的市场 对 那这个大陆的市场 不管是一级二级三级城市 它一路的往下走 但是台湾毕竟在一个岛上面 需要有很多的把东西搬出去的 很多的限制是存在的 那既然我们都要卖东西出去 一个是我们都把东西卖给中国好 还是我们把东西卖给 全世界的都市比较好 那谢震锋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模式 就是他建构了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包含了网路端的购物模式 包含了仓储端的 当地仓储物流的管理模式 那这样的东西 全部可以复制到 各个主要的世界城市去 而这样的复制模式 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出 不只是中国市场的模式 而且可以走入全球主要城市的一个商业模式 那这样我们的商品就有可能透过这样一个模式 转介到各个城市 换个角度回来 各个城市的商品也可以 比较轻易的进到台湾来 那这样台湾如果能够提供这样一个服务模式 刚刚我说的6到7个百分比 影响到的是更大90几个百分比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时候 那台湾的市场如果把它拉大到 是以全球主要城市 谢真锋说的是100个200个城市 这样的规模去建构的话 那带来的不只是谢真锋 这一个软体平台的6% 7%的贡献 那个复制出来的那个贡献的效应 那是更大的一个效果 这里面三个网站 就是你看新加坡它有一个SOOM 台湾有一个ASAP 那大陆上海有一个飞牛网 那这个我们刚刚讲的 UTOX大概是在目前的高薪控股控有65% 剩下35%是谢真锋个人筹组的公司 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架构就是说 在过去来讲我们看到马云的阿里巴巴 已经在中国如火如土发展起来 现在他的UTOX在未来在全世界 从台湾能不能跨到全世界 你怎么看 我觉得其实谢真锋先生 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是 他在刚刚我提到的模式里面 他已经感受到要跟全世界的人做生意 他必须要跟全世界分享这个利润 所以其实包括王品现在到新加坡去 其实他也不是百分之百控股 谢真锋先生他其实的holding company之下 在每个地方都成立一个子公司 他把这个子公司跟当地的合作者一起来分享 那这样变成说我们是在当地一起跟当地其他人打架 那这样子的话谢真锋的技术 就会被别人来有一个接受跟认可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想他这样的一个控股的一个财务结构的一个模式 让他带来了一个未来跟全世界各个城市的主要当地的伙伴关系 会变成更加的紧密 因为大家一起打天下 是 我想这个电子商务时代开始来临之后 你可以看到现在比方说谢正锋一手打造 这个我们张宏志先生的PC home 到现在的商店街 后面还有露天市集 那么慢慢一架一架他就出来了 那谢正锋先生是民国50年出生的 我想他现在还很年轻50岁 所以这样的一个创业 包括英文良的加持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优达网在未来整个台湾可能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是今天陈副总已经开始把这个告诉大家了 那么未来产业的变化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现在的 假如电子商务是一个未来的大的浪潮 比方说我们看到光棍节之前 马云跟万达的王健林 有一个打赌 他说2020年之后 如果电子商务没有占整个实体的零售额的50% 他要输他1亿人民币 然后两个去打赌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气魄 但是这个已经告诉马云已经告诉你 下一个时代是这样 还有他讲说 他将来要用电子商务的力量 让整个商务不动产的价格 要让他下来 所以这个也是豪气万千 这当中你可以看到 台湾有很多的传统产业 其实慢慢在电子商务起来之后 他开始找到一个新的生命了 这当中我们看到 像紫叶的融成 他因为纸箱包装 因为在送打的过程 用纸盒子包装 他也从这个传统的供应用纸 找到一个 在电子商务时代 找到自己新的角色 等一下回来我们看台华 台华过去是一个空运物流 现在在物流新时代 在现在all night to off night的新时代 我想台华也开始找到新的生命的意义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等一下回来我要请教我们严董事长 请他来告诉大家 在两岸目前中国大陆其实顺丰速运 他已经快速崛起 这当中你可以看到中国的邮政 他开始成立一个快递的业务 他把它分拆出来 我在想台湾的中华邮政 我们的邮局 还是公务人员的心态 如果我们邮局懂得变化的话 民营可能很难分 但是我想这个你看到 他人家下班他也下班 上班他也上班 但是他完全没有办法来参与这样一个 一个在快递的过程 所以回来之后我们看到 台湾整个物流产业未来的巨大变化 我们要请教严董事长稍后回来 好 进入到电子商务时代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网购市场 慢慢开始在发展 而且这个金额越来越大 台湾的电子商务的网路购物网 大概到2015年了 我们也上看造元 所以这个产业大家可以稍微想一想 你在最近这一年当中 你周边的朋友 现在他们到底是用实体 用两只脚去买东西 还是在网路上直接上网 在淘宝网买东西 现在这个时代开始改变了 还有一个在这一次光困节当中 一个新的实验就是 这个阿里巴巴 他容许大家到实体卖场 然后把标签用一个扫描方 用手机扫描之后 四川完之后回到家里 就用那个标签直接网购 这个网购达了比较大的折扣 所以未来你可能要慢慢认清一点 未来的百货公司 可能有很多人逛街 但提代率相对是低的 而且将来百货公司 大概只剩下一个功能 他提供了很多的衣服 给大家试穿 试穿完之后 他就放下 放回去了 所以未来一段时间 如果你买股票的话 百货公司 你要稍微 要小心一点 因为在电子商务实在 第一个淘汰 很可能是类似这样的白货公司 那白货公司剩下什么 可能你到里面去吃东西 美食街 要买一些水果 大概就类似这样的功能 但是他过去有的功能 慢慢都在网路购物的时代 他被侵蚀了 这个网路时代来临之后 他所带动一定跟物流有关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你到处都看到快递的量 不断的在增加 我们大概是有一个数字 你看到在整个全中国 在过去这一年当中 2012年 他总共递送的快递的包裹是56.9亿件 这个56.9是不得了的 他总共的收入 他创造银额是1055亿3000万人民币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庞大 你看他每一年的快递的 这个应量都在都在上升 快递的收入不断的在成长 所以这个成长是非常明显的 那中国现在包括顺丰快运 他已经是民营的这个快递公司 我们在台湾竟然会受到他的包裹 尤其如果从大陆送来 他都是他 那他现在占全中国大概20% 那中国邮政快速快递物流 他是全中国最大 他大概占25%左右 那外资像联邦快递到大陆去发展 但是他现在大概四占率 外资大概占1.8% 所以相对还很小 那这个我们看到大陆有这个速通一打 就硬打快硬 这个叫升通 这个元通 这大概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整个中国的发展是非常的快速 那么这当中台湾现在我们也看到 包括宅配的业务 我们在街上经常会看到宅配通 看到黑猫宅急变 看到统一速达 这当中包括大容的车子满街跑 那么这个台华也慢慢在物流的这个系统当中 他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们要请教袁董来看 就是说你过去是空印这个到处承栏 但是在新的物流时代你怎么定位台华 我们是在1990年 就进入中国来布局 那过去台华是以这个传统的海印 空印的这个后物承栏为主体 那经过这几年的一个演变 中国已经成为这个世界的这个 本来是世界的工厂 现在已经转变成为这个世界的市场 所以尤其经过这个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 中国政府在大力的来推展这个内需市场 那这个部分我们台华也在这个 最近的这个四五年当中 做了一个子猪的一个变革 我们过去是以传统的这个 揽后为主体 那我们在去年的11月份 把这个台华国际 原来的一个货带物流公司 我们是归类在航运股里面 那我在去年11月份 把它改成为物流产业控股 所以我们现在台华是以台华投控 这个来挂牌 那原来的这个物流的部分 我们目前在投控底下 有三个品牌 第一个就是台华物流 第二个是台华这个药法物流 还有第三个是这个台湾空运 那我们在这个定位里面 台华物流未来上是定位在整个 这个国际后运段 包括海印空运 这个部分 那药法物流 我们是把它定位在整个中国的内需市场 包括这个报官 仓储 以及这个后面的这个配送 甚至未来我们会进入到这一些快递 以及这个宅配 这个服务 那整个这个过想 就是因应着整个中国这个市场的发展 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那这艺务面我们从过去的这个 这个以外销为主体 那现在改作为一部分的大力的发展内销 过去是以做外贸 现在开始做内贸 然后我们把我们原来传统的这个后印类 把它改成是变成是一个全方位物流的一个定位 那这个整个这个规划也是为了要配合整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跟趋势 以及中国大陆未来的这个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 来做这么样的一个规划 你在大陆现在其实你看到你在规划这个O2O 这个发展就是现在其实你看 原来的这个像台华它是一个染货的代理 现在来讲其实在阿里巴巴创造一个新物流时代 大陆那些四通一打其实我看都在浙江 浙江其实他们所送的东西一定跟80%都跟淘宝有关 所以我说你现在最少你现在在上海 那这样一个台华的一个蜕变 顺华 那在这个网路时代你怎么调整自己的角色 因应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大家知道了 现在整个电子商务里面在大陆最夯的一句话是这个O2O 我想我们台湾可能有一些像我们这个LKK的很少人听到 V2C V2C 这个C2C的还有甚至C2V的 这一种那所谓O2O就是online to offline 那过去O2O在中国现在已经变成是一种趋势 变成是一种趋势 因为中国大家一胎化的结果尤其在80后了 1990后80后90后 这一个新的世代他们在购物方面基本上比较脱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他可能半夜在逛街 他是透过这个网络 在下单 在下单 那现在中国这个部分相当 发展的相当的信誓 据我了解不出5年 可能百分之 80后90后50以上的购物 不会到对面去购物 他到对面是继续去体会 实体的对面是继续去体会 他会透过网路来下单 那这网路下单完了以后 那接下来的要做的就是我们这个整个物流的一个配送 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观念底下 我也在大概这个整个市场 我大概研究了两年 花了两年去研究 到全中国各地去考察 我发现到过去有一家叫国美 这个国美是中国的 现在他们都改了 后来被苏林给赶过去了 苏林在这三五年里面 他们后来都被天猫打了 弄花流水 现在苏林改成苏林营商 国美开始国美再现 他们开始从这个网路开始 这个苏林电器 他过去能够打败国美 是因为他有1600家的文士电 过去这个是他一个很大的资产 他会做好 可是这几年 这个实体电的这个业务的成长 已经很困难了 所以他现在反而变成是一种负担 所以苏林现在弄了一个online 叫做苏林异购 苏林异购 那因为他受到这个 京东商城的这个竞争 受到这个天猫的竞争 所以他势必变成是 改成是O2O的一个经营模式 那我们知道了 我经过了这么几个 两年来的几个城市的考察 我们有发现 目前在中国有一种商业模式 是我们物流业的模式 竟然是做O2O的模式 那这个在我在全世界里面去观察出来 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只有在中国存在 这个阿里巴巴它的网路 它可以透过知信流来控制 它有了支付宝以后 它可以透过这个支付宝 来解决金流的问题 它可以控制商流 可是物流这个东西 事实上还是要有实体的 一个配送的实体存在 你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物流 所以目前他们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 他们的客户进来以后 每天进很多客户进来 可是事后没有办法去免贴它的service 也就是他们一个实体的网路物流的平台 来做后面的支持 台法我们进中国到现在 现在已经有23年的时间 目前我们在中国自己的百分之百 拥有的这个祭典 有42个分公司 那我们有这么样一个好的平台 我们又是做了海印 空印 路印 目前也有在做报官 仓储 以及这个后端的物流配送 虽然后端的物流配送 我们目前大概80%都是外包 外包给这些像顺风 像这些三通一达 大陆的三通一达 或EMS 外包给他们 可是我们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平台 加上我们有一个很强的知信平台 我们有IT系统 还有国外的一个网络 全世界有三四百家的国外网络 来做基础 来做back up 那我觉得说我们从这个实体物流 来进入这个虚拟物流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 所以我在今年呢 就毅然截然的成立了THI Online 叫做台法商在线 那我相信这个商业模式呢 我不敢讲说它一定百分之百 马上成功 可是如果让我花个两年三年的时间 它未来会变成是一个全世界 我独一的第一个创新的 这个一个物流的商业模式 那同时我可以透过这个THI Online 来发展我的所谓的进口物流 再配上我的后端的这个跨境物流 因为目前呢 包括上海的铸茂区现在的成立 我想这个部分呢 也可以解决我们两岸三地之间 原来这个物流 这个网购 还有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 这个法律上的一些谋物空间 因为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是没有法律保障 那这个自贸系成立了以后呢 我们这个跨境物流呢 那台法呢 刚好在我们海运 控运 路运 仓储 包括这个整个一条龙服务呢 后面来连接我这个贴起来online 来销售到这些电子商务 那这个商机呢是非常大的 好 我想这个刚刚啊 我们严董事长大概把这个物流的角色 你看这个物流 我们以前看到这个物流的车子满街跑 绝对不怎么样 你看黑帽宅几倍 宅配通 每天你大概生活上都会碰到他们 大容或运 那现在你慢慢发现了 第一个呢 马云在建构他的菜鸟物流 第一次第一笔资金呢 1000亿人民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就傻眼 就物流搞这么大 然后呢 后面再来是2000亿 所以他等于用3000亿去搭建一个 整个中国未来的物流的平台 那他最后的目标是希望 全中国各地 只要你在网购下单 24小时当中一定可以收到你的货品 台湾这个我看优达瓦是要6个小时 这个更可怕 所以我想这个未来的时代 你可以想象得到一个 如何建构一个好的 有效力的物流系统 然后呢你有很好的物流分配的这个 宅配的这个宅具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在发展上重要的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看亚马逊现在1800亿美金 是是是 那阿里巴巴一开始可能1000亿 腾讯你1000亿了 那这个软体1000亿美元 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电子商务时代 他会创造很多我们前手未见的新的商机 新的生态 这个生态回来 我们要请叫我们陈副总稍会来 好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看到在进入电子商务时代之后 我们大概可以要很仔细的来想一想 第一个它对产业所造成的影响 一定会非常巨大 过去来讲我们很传统 会把很多产业分成电子 非电子 传统产业或电子产业 将来很可能一刀切是你有进入电子商务 或电子商务外面的产业 里面跟外面可能两片不同的风景 这是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你看到在刚才看到那张图 这个亚马逊的这个图 一直往上的时候 其实你看到 开始像雷西佩尼这种白货公司 股价是长期慢性在下跌 同样你看到传统产业里面 这个融层的股价一直涨 大家一开始找不到到底什么原因 原来它是跟阿里巴巴靠左边 所以它也变成电子商务的相关的概念 所以慢慢你会发现 越来越多完全靠代工的 台湾的电子业 从此大概会变成非常传统的传统产业 所以它的股价包括你评价它的时候 它本益比可能一直都在10倍以下 但是能够跟电子商务搭到变的时候 各位要知道现在亚马逊 它的本益比多少倍 1400倍 1400倍 大家一看原来它是亏损叫做本孟比 但是本孟比进到本益比的时候 它就好试了 也就是说它会慢慢像以前来讲 我们看到Google Google的股价刚2004年上市85块美元 但是85块现在是1068 它的市值到3535亿美元了 Google的现在EPS 36块多 所以它可以 它以前本益比 但是现在叫做本益比 它的本益比现在多少倍呢 28.8倍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有非常多的优质的网络公司不断的在进化 这个进化其实一个大时代 我们要请教陈副总 就是说我们已经看到非常多的电子商务的一个创业的过程 这当中它是代表一个新经济 台湾这几年大家都在抱怨 我们经济表现不好 我们怎么样利用电子商务的时代 来调整台湾现有的经济体制 谢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我们在分析这个谢正锋这个Biz Model 其实我们如果从我们一般的消费者的角度来看 刚刚社长也提到 其实上海飞牛网已经成立 所以表示上海的消费者可以在飞牛网上面买到 大润发本来在实体店铺要卖的东西 所以大润发是实体的 现在要进到电子商务 那6个小时可以买到 那台湾的消费者在台湾的网站 ASAP这个网站上面 可以买到我们想要买的蛋黄酥 凤梨酥等等等等等等的东西 蛋卷 那新加坡的消费者在 順这一个网站上面 也可以买到这样的东西 那这样的商业模式 会再演变一件事情就是 新加坡的消费者如果想买一下 我们台湾的蛋卷 同时间就可以买到 那所以说 他在经营这样一件事情裡面 他其实不是为了 为了买台湾而经营新加坡的消费者 是为了经营新加坡当地的消费者 电子购物 经营了新加坡 但是又可以连结到 新加坡的消费者可以买到 上海或者是台湾网路上面 有在购买销售的东西 那这样的东西 因为他在商业模式上面 是把网路加上了仓储 所以三个地点都有仓储 所以新加坡的消费者 未来他可以享受到的是 按了一个键 他是第二天或可以到他的家里 第二天可以买到他的家里面 可以拿到手 所以这样的商业模式 把原来我们商业 我们的网路购物所谓的 不知何时可以到货 这一个不预期感 变成了有一个 好像可以在我接受的范围之内 買到东西 所以城市六小时 跨国两天 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 让我们第一个先体现到 台湾的软实力 站上了一个国际舞台 去跟各个城市的当地的 有能力的业者结合 跟当地的电子商务去竞争 所以同时间等于 我们一个人做出来的一个solution 可以去跟100个都市的 许多的电子购物去做竞争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 第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一个 让台湾拼经济看到的一些曙光 第二点我觉得也再补充一下 就刚刚其实董事长也提到 O2O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我们花了比较多时间谈 O2O是在谈 Online怎么去跟Offline就做结合 但其实各位不要忘了 Offline的业者也不是笨蛋 所以其实他们在做三件事 他们希望你继续高价来消费 他们希望你来消费的时候 能够有体验消费的构想 第三个 我希望你能够继续promote你来消费 所以我希望你继续什么样 单位销售的价格要提高 所以日本的Yamata Denki 就是日本最大的电子购物网站 他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候 他也去开了网络的店 可是他希望你不要再网络下单 他希望你到实体店去购物 可是这样的工作里面 对物流业者有没有工作 有 为什么 你在那里买完之后 你不要自己带走 东西买太多了 包米当委家 一樣包米当委家 所以这样的商业模式 其实才是我们去观察到 其实台湾的实力在哪个地方 刚刚我前面在讲 Driving Force 在我们的软体这一段 可能只有比如包含物流 这些都有ID 刚刚上也提到 这一块可能在整体的贡献 营收里面好像是六七派 六个百分比 七个百分比 可是他代表的是 没有他就不能 他是在打架里面 他是一个关键的武器 关键角色 那这个武器 在谢震锋设计的这个商业模式里面 他用控股的模式去跟全世界的都市 去做合资的动作的时候 我们就拥有一个 跟全世界可以来一起做生意的平台 那这样子台湾的货要卖给其他地方 我们的货出去的这样的一个管道 就突然变得更多元而更加的广泛 我想这一点是对我们台湾未来在拼经济 第一个实质我们可以感受到 那第二个我觉得在这个方向之上 我们就必须要关心一件事 就是台湾在做这样的云端服务 这是一个云端服务 那能不能把这个云端服务留在台湾 不要这样的云端服务搬到了新加坡 搬到别的地方 因为那里可能有比较好的优惠措施 有比较好的网路环境 又不见了 那这样就很可惜 那第三个是 因为有这样的事情 他深入各个都市 他会更了解当地的消费者 那这样的对所有各国家消费者的观察 跟累积的经验 对我们台湾制造所谓的V2C商品 是未来带来更好的机会 跟发展的潜力 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值得我们观察 最后我在我的文章也提到 其实有一天如果谢震锋真的成功了 他一定会挂牌上市 那我其实蛮希望 他能够在台湾政见教育所挂牌 为什么 因为台湾需要台湾自己的东西 有一家家的东西 能够在这里挂牌 而这样的东西 他因为是一个控股公司 是国际性的控股公司 我们有很多的法规跟上市的规范 以及未来的监理都需要去配套 但是如果等他还要上市再做 会来不及 好 还有一件事情要特别请教你 其实我们看到 台湾过去很优秀的人 台大电机一定会到 类似半导体的公司 或者做电子代工业 现在其实在电子商务时代 他给大家一个新的发展的方向 包括你的父母亲 对你小孩子将来要就业 其实在电子商务在新的物流 你说以前的物流被他笑 现在也许他是未来明日产业 所以我们在电子商务时代 可能包括下一个年轻人的创业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非常清楚的是 我在这两年 其实跟谢正峰 他在交谈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看到非常多的优秀的毕业生 投入了这样一个团队里面 包括念财经的 跟着他一起去跟各个老板简报 为什么要投资他们 包括念资工的 念电机的 跳进来跟他一起写程式 写一个未来100个都市 200个都市可以用的云端系统 我们看到更多更多的人才 NBA的人才 他愿意跳入这样的公司 被外派到新加坡 外派到上海去 这样的人才被累积训练的一个经验 我觉得是很大的价值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模式 让我们看到 台湾的服务不见得只能在中国 所以大家会开始来效法说 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在东南亚的市场 因为那边其实他的生活经验 跟各方面比我们还至少差10年 那为什么我们的人才 不能去那里打拼 而不是说现在说去那里 去做人家的一个员工 不是 可以去那里创业 因为那边还有更多的新兴的市场 有更多的中产阶级正要发生 那我们一样可以把我们在这里的 生活经验跟服务经验 带到那边的国家去 而去做那边当地的有钱人 高价值的服务的一个机会 所以对台湾的新的这一代的人类 我觉得其实他们看到的是 台湾的机会在国际化这件事情上面 有了具体的实现 好 这个是一条新的宽阔大道 我想陈副总今天告诉大家 请所有年轻人要创业的 你最好往这个方向走 才能找到新的明灯 这是今天我想很重要的一个结论之一 稍微我们再来请严董事长来告诉大家 全世界物流一个新的风暴 好 我们来看这个礼拜 其实在香港有一个很大的事情 是郭赫年先生的家里建设 把他旗下家里物流分拆独立上市 这个上市还没上市 他是礼拜五开始申购 但是现在所有香港的股民 开始耀耀意识 大家都在等家里物流 他这一次是8.8到10.2港币 他今年上半营业额大概11.68亿港币 然后税后经理是6,345万港币 大致上来讲 他的本益比大概20倍左右 所以如果从这个家里物流的上市来讲 我们现在想起来 当年郭赫年去吃掉这个病的大荣获印 我们那时候感觉没有什么特别 但现在看起来 他确实眼光比我们早三年 他已经知道这个未来物流的角色重要性 所以他买下大荣物流之后大荣获印 然后现在我想最近大荣获印的股价 有一天突然之间有个转账 六万四千多张 看起来这个后面一定有巨大变化了 所以这个从家里物流的挂牌看到 全世界的物流公司股价都大涨 这是日本的快运 这个股价是大幅上涨 中国大陆做物流的中国外运 股价也是大幅上涨 这当中这个是联邦快递 股价是连续往上 然后EPS股价都是大幅度的上涨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花的股价 最近涨到28块多了 他也开始了 然后大荣也开始 那么你可以看到 宅配通在新贵也表现非常好 所以回头要请教严董事长 就是现在看起来 谁掌握的物流 谁就控制了天下 所以这个物流的大商机 你告诉我们 我想目前这个电子商务 在中国最流行的一句话 就是说得物流者得天下 因为亚马逊 他曾经在几年前 他offer的一个条件 就是物流免费 你只要采购金额超过 比如说超过这个29块美金 那你这个物流全部给你免费 所以物流 未来在电子商务所扮演的角色 绝对不是只是一个配送的角色 它会是一个销售的一个武器 所以现在中国 为什么马赢要花这么多钱 来成立这个菜鸟物流 他这个物流骨干网 如果真的花5年到8年的时间 让他成立能够完整的建制以后 全中国24小时能够送货 这个是打破世界纪录 我们都知道像美国 这么样的一个 已开发国家 这么先进的一个国家 他们很多城市 现在网购市场 一定要2到3天才能够送达 那马赢如果能够把这个 这个菜鸟物流这个骨干网 加上这个三通一打以及盛风 把它包装在一起的时候 那未来他这个潜力会无穷 他的这个天网跟帝王 一步起来的时候 我想他会变成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 一个季隆 混乱去打败他 那他未来的目标是放在哪里 要打败这些传统的这种 这一种零售 季头的零售商 这个部分 那我想未来台华 在这个国际段 我们过去的这个利基点 能够再引进到中国的这个内貌市场 把他这个整个网路把它固件下去的话 我相信我们未来的这个发展潜力 也是相当的无穷 无限大 对 过去刚刚社长有提到这一些 这一些物流产业的这个本益比 我想我们台湾可能 因为这个一般投资人对我们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 你像现在的这种 这个最近啊 那个旅行社啊 因为他是V2C 所以一般的大众就很清楚 你像最近的这个 燦兴李 还有这个熊师杠华牌 他们的本益比都已经来到三四十倍了 那我们这个传统的这后代呢 过去的本益比大概在12到17倍中间 现在最少达到20以上 那有一些专业物流商呢 譬如说他们是做的 是比较 作为一些比较专业的这个物流商呢 本益比大概是再来到20倍左右 那可是呢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 整个全球的趋势呢 应该是往综合物流商的这个方向来发展 因为未来的消费者 他要的一定是一个一条龙服务 对 他不可能去分拆每一个断点 对 就是供应链的一个某一个环节的话 这对客户来讲 他的这个成本太高了 他operation的成本很高 租性管理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所以未来谁能够把这个物流呢 变成是一个中和性的服务呢 那谁会胜出 得物流者 得天下 好 我们看到现在 如果从架构来讲 运输宅配到货柜的承栏 到纸箱包装 最后连统一超商 全家这种 你在阿里巴巴订货 其实他这个超商去拿东西 这个也是一条物流的快捷的途径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所有物流产业相关的 其实在未来可能他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个也就是我们在未来做投资 可能要改变过去的观念 也就是说我们竟然看到实体制造 但是制造的利润慢慢在萎缩 但是电子商务时代所创造的新的基因 它正在不断的扩张 这个扩张当中 可能你有在这个过程里面找到新的定位 今天我们谢谢野村总言的陈副总 谢谢台华的原董事长 谢谢大家的观赏 下周投影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 谢谢盛长 谢谢盛长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mi piace subsidi